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名新疆差不多二线返乡创业的青年 制作传统弓箭既是我的爱好 也是我的事业 小时候弓箭是我们最常见的玩具 长大后射箭更是我们西伯人喜爱的一项体育运动 哪怕不善射箭 在家里也一定会挂一把弓箭 作为自己西伯族身份的象征 制作西伯族弓箭选材一定要严苛 传统弓箭多数采用鱼木或者白浪木还有羊怀木 这些木材即使被掰断也会呈现一种藕断丝连的状态 这样的性质可以保证弓的韧性 传统的弓箭会用牛金来制作 也可以根据弓箭的颜色 使用尼龙或者其他材质来编织弓箭 但是最传统就具有代表性的 还是用牛角制作的金角弓 一把角弓的制作 因材料收集的季节不同 要耗时将近一年的时间 一把好的弓箭 从被拉开的那一刻起 就能让弓箭手 预想到百步穿扬的畅快前进 这次射箭比赛比较重要 你要好好射箭 要打出好成绩 加油 好 我现在状态相当好 宝宝也加油 加油 参加射箭比赛 对西伯仁来说 是一种深知于记忆中的一个传统 从几百年前军队中的延武比赛 发展到今天的节日活动 即便射箭技术 已经不是对一个西伯仁 能否去参军报效国家的能力考核 但也依然是我们喜爱的 可以证明自己 展示自己的一个竞技方式 每年我们都会在西前节 或者正月十六的抹黑节 等大型的节庆活动上 举行射箭比赛 我们离不开弓箭 一个七两个六 两个六 两个六 来吃饭了 今天有十九比赛呢 嗯 我要三天了 我要三天了 你们两个车厉害 你赢得过你爸吗 我觉得我可以 最近状态还不错 头一次参加这样正式比赛 试试看 我怕赢不了他 那是中的参与嘛 但是爸爸做工比我厉害 做工件 还得跟爸爸学习 可惜卷决前段时间手受伤了 不然 我觉得他应该 也可以 经常训练的时候 他春节经常比我好 对 走吧 在1999年发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周年民族大团结 纪念邮票上 你会发现西伯祖 是56个民族中唯一一个 与弓箭画在一起的命 那是西伯祖人引以为傲的形象 因为弓箭 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历史 与文化 是祖辈万里书边的责任感 与荣誉感 中国的最东北沈阳 当时的沈阳 叫做圣经 200多年前 一批西伯祖官兵 带着家人 告别家乡的父老 从今天的辽宁沈阳 也就是当时的圣经 出发 一路向西 来到新疆的查普查尔县 担负起屯肯戍边的众人 他们在那时最有力的武器 就是弓箭 今天弓箭也依然是中华民族 抵御外敌 守护国土家园的见证和象征 我给大家讲一下 传统工的一个使用方法 十几年前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 有位游客到这里说 从你们查普查尔县 走出了许多像郭梅珍 如光 薛海峰这样优秀的射箭运动员 但是我在这里并没有感受到 特别浓厚的工进文化氛围 但十几年间 作为一个生长在这里的人 我能深刻地感受到剑箱的变化 西剑杰 西伯族工箭制作技艺 西伯族射箭 也陆续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查普查尔县的射箭运动学校 也走出了EPP优秀的射箭运动员 小朋友们也能在学校 学习工箭文化和射箭运动 节庆活动上的传统工射箭比赛 也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客 剑箱的工 一直在我们手中一代代传递 常用常心 看到这里的尼尼如果有机会 也一定要来做客 来剑箱的车键比赛上切磋一下 剑离前的那一刻耳边响起的声音 就是剑箱 你对话的第一 给大家看一下 1个人